现在农村女孩的拙有要求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位粉丝的投稿 我们先看一下这位农村女孩的拙有要求 你好 我先简单说一下自己吧 身高152体重90 工作是收银员 工资3600 普通农村家庭 这是个重点 长得也不算好看 就是非常的一般 甚至有一点 这位男孩子说 我身高165体重130 工作是徒子检测员 纯收入6000 也是农村普通家庭 看到这里 我觉得这位男孩子 配这位女孩子 绰绰有约 至少人家各方面都比这个女孩子更强 但是小新女的拙有要求是这样的 身高才165 还打个问号 我接受不了太矮的男生 他自己才152 哎呦他接受不了165的 而且就算纯收入6000 也太少了吧 说实话 你是我相亲过收入最低 身高最矮的男生 如果是我这种条件 我都不好意思出去相亲 你一个女的你身高152 工资3000块钱 长得也不好看 农村家庭 你就好意思出去相亲 你在说别人的时候 你能不能先造价自己 要求我们可以贴 但是我们不能双标 你自己都不怎么样 你如果你有1米7 是吧 你每个月能赚1万 你长得很漂亮 是吧 你说这种话的话 我就能理解 你自己你都是鬼头刀霸的 你还嫌弃别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最后句怎么讲 就算我能接受 我的彩礼要求是28万 最低二线城市一套150平的房子 一部30万左右的代步车 估计这些条件你也达不到吧 有这些条件的男的会去取你吗 会吗 我都懒得吐槽你了 月老看见你这个条件都要摇头 都不敢给你牵线 我都懒得了 嘿嘿 我都懒得了